LESS資料庫的環境偵測的使用 很多學校都有空氣盒子這個設備 可以即使知道自己學校附近的PM2.5、溫度這些的差別 這些資料在哪裡可以找到 你只要輸入LESS Open Data 它會帶出很多資料給你看 那這些資料量也很大 那有些不是你要的 那如果你只想偵測你學校那一台或者是附近學校的 你只要知道它設備的ID 它有一個設備的ID 那在這裡面你都找得到這些設備ID 可以去提供你查詢 那學校的ID你比較容易知道 那在我們的擴充積目裡面 我們就把我們的 Squatch 3的打開來 選擇擴充積目 擴充積目裡面有一個LESS環境偵測 那這邊有幾個積目 就三個積目 那你可以選擇讓它說出來 當收到資料的時候 我們要讓它說PM2.5 我們要讓它說出溫度 或者是濕度 那我們現在做兩個就好 那這設備ID呢 就從我們網站上查 或者你自己學校公佈的 那以現在我們知道的為主 那第一筆資料是在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資料 這一所是大理國小 大理國小 它設備的ID是這一個 我們把它複製下來 到這邊貼上 我想知道大理國小現在 不在它的狀況 所以我們把它讀進來 執行積目31 30.5 度C 那看一下資料對不對 大理國小 PM2.5 這邊有PM2.5 34 CO2 這是二氧化碳 所以這樣你就可以去對應 這個資料有一點 可能是比較早一點的資料 所以現在稍微又有異動了 所以 看一下 敦化國小的 22 31.75 這個我的資料這邊比較舊了 這樣就可以知道即時訊息 你即時知道你目前空氣的環境的一個偵測值是多少 那這個金木適合只用在空氣核子上面的數值 數值